Hello 歡迎收看阿SHIBA TV 今集會和大家開箱一間話於東京銀座的酒店 再分享酒店附近好吃的餐廳 我們會分為早午晚餐去介紹 一次過介紹酒店附近五間好吃的餐廳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按LIKE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今次入住Sandy First 已經銀座三丁目 這個集團在銀座三丁目 也有另一間酒店 千萬不要去錯另一間 由東銀座站A8出口 步行三分鐘 就可以到達三丁目的酒店 三丁目附近也有 Longson便利店和麥當勞 酒店的Lobby 似於二樓 二樓也有Common Area 那裡也有個人護理用品可以拿 包括牙膏、牙刷、面膜、洗面魚、Polar髮膜等等 也可以跟櫃桌用直髮夾、扣髮棒等等 酒店是自在形式Check-in的 因為房間的枕頭會比較矮 Check-in完之後可以問櫃桌 即原製用Tamper的枕頭 Check-in櫃桌旁邊也有行禮棒 可以幫行禮 而Check-in櫃桌的左後方會有洗衣房 洗衣房裡面會有兩部洗衣機 這裡的房間面積比較小 比較難去同時打開兩個行禮箱 浴室的面積也不算大 不過酒店的地理位置優越 去買東西吃東西都很方便 我們之後會介紹酒店附近的餐廳 分為早、午、晚去介紹 首先介紹食早餐的餐廳 餐廳位於銀座東吉商場 三寧地基礎餐廳、畫廊和店舖結合 希望打造一個可以享受美食、藝術和科技的空間 它的餐廳是一間澳洲的咖啡館 供應早餐、午餐、晚餐和甜品 主要以Superfood和有機食物為主的餐點 我們星期六早上大概10時到達 大概等了半小時 它的炒飯是很滑的 而當時一開始脆身 咬下去會比較煙韌 這款早餐是配以牛油果和水豬半熟蛋 上面會有一些花和青檸來做裝飾 真的很漂亮 牛油果和蛋配多士真的蠻好吃 不過這裡的早餐份量會比較小 跟餐的餐飲方面我們點了紅茶和橙汁 之後我們會介紹酒店附近吃午餐的餐廳 第一間要介紹的餐廳叫Sakuro 它的總店在1955年於赤板開始營業 是東京第一間引入Shabo Shabo的餐廳 我們今次到訪位於銀座的分店 餐廳位於雙強的地庫 由銀座站步行至餐廳只需3分鐘 這間餐廳主打用日本的牛肉製成Shabo Shabo 和壽氣燒 這間餐廳都算是一間比較高級的餐廳 吃萬事的價錢會超過1萬日圓 如果來吃午餐就會比較大 其中一個午餐我們點了Shabo Shabo 肉類是各餐牛肉和豬里肌肉 Shabo Shabo是用特製的銅鍋來煮的 有專人會幫你先放入蔬菜 也會教你大概要煮多久 之後可以自己放入肉類 各餐的牛肉會比較有咬口 肉味也比較濃 我們現在試一下豬里肌肉 豬里肌肉會比較薄 吃起來會帶點微甜 另一個午餐我們點了牛肉壽氣燒 手氣燒的醬汁鹹中大甜 最後之下我們會覺得手氣燒的醬汁比Shabo Shabo好吃 第二間要介紹的午餐廳會是這一間餐廳 它的總店位於京都 我們今次到火位於銀座的分店 它的主打項目是白飯 其中一個午餐廳我們點了茶漬飯套餐 更餐有豆腐超滑 這間餐廳還會有魚刺身 魚肝、梅肝等等 魚刺身相對的普通 另一個午餐我們點了三種酵魚肚餐 還有超滑的豆腐 這就是超滑的豆腐 烤肉的分量不算多 味道方面我們會覺得是偏鹹的 這間餐廳的主角就是這碗白飯 它是用上自己研製的煮飯鍋餅鍋來煮的 它更加可以將白飯附身的甜味抽出 米飯粒粒分明燒到帶有甜味 白飯上面還有脆脆的飯椒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最後跟餐的這杯茶也非常好喝 第三間要介紹吃午餐的餐廳就是這一間 餐廳位於3月9樓 由日本農業協同組合經營 主要使用時令的日本各產食材 煮的時候也不會加太多的調味料 希望顧客可以吃到食材的原味 我們大概早上11點去到餐廳門口拿票 等了大概45分鐘 店內的樓底超高 還有布爾玻璃幕牆 空間感十足 餐廳的午餐價大概是2000日圓 餐廳的午餐價大概是2000日圓 有一點點難去咬開 相比之下我們會覺得西京燒是比較好吃 它的跟餐沙羅菜是超級三絲好吃 另外還有跟餐的餐飲 最後要介紹酒店附近收得比較晚的貌子餐廳 餐廳位於銀座的一丁木附近 它是魚金品牌旗下的意大利餐廳 需要試試網上預約 這一款魚生評判大概有5款一顆才貼身 質素方面我們覺得正正常常 也叫了店員介紹的烤帶子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真的很好吃 烤帶子是超級creamy的 也很好吃 我們還叫了這個牛扒配薯條 牛扒的熟度方面我們選了5成熟 你看看牛扒有很多肉汁的 薯條是偏幼的 也很好吃 這間餐廳我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這個意大利飯 吃起來超creamy 真的很好吃 好了這條片來到這裡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日本旅遊資訊 記得按LIKE這條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們的IG 不停 �에的 奶奶 27 牛扒 可以